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栏目却听到了个奇怪的词语 爸爸 宝宝 爸爸在哪里 你爸爸要来了吗 栏目 完了 猛妞太兴奋 一时忘记了要改口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 母亲 妞妞想爸爸了 我就哄她说 可以在假期期间叫我爸爸 这样她就不会想爸爸了 栏目脑子动得快 立马找了个借口 哦 这样 兰母听着 好像是明白了 又好像有点不理解 对了 奶奶来了 在客厅等着呢 你快去问候一下 这些动物我让工人安置好就行 果然 该来的总会来 拦着抿了嘴 点了点头 看着脚下还处在兴奋中的小不点 跟自家兄长交代了句 哥 看好妞妞 别让他伸手到动物嘴里去 好 蓝西辰看自家弟弟脸色不佳 还是忍不住提醒了他一句 忘记 奶奶年纪大了 思想难免传统了点 但他总归是为了你好 听到不想听的话 就忍一忍 别跟他较急 蓝湛没有吭声 只是点了头 又蹲下身子给妞妞擦了擦汗 才抬腿往屋内走去 动作娴熟又自然 蓝母和蓝大哥对视了一眼 刚才蓝忘记的动作 一点都不像他说的那样 只是朋友突然有事 所以才把孩子带回家带为照顾几天 这样的亲你 若不是经常在一起 是不可能有的 而且这个孩子对蓝忘记是全然的依赖 尤其是那一生爸爸 叫得太自然了 就算是外人 也会自然而然地认为 宝宝就是忘记的小孩 所以两人越来越觉得 忘记是喜欢上孩子他妈妈了 然后接触多了 宝宝就直接叫他爸爸了 可是已经有孩子的女孩子 年龄应该也不小了吧 那岂不是比忘记要大好几岁 如果女孩还在读书的时候 就有了孩子 蓝母又不免要担心这女孩子作风有问题 爱 真是个难题 且不说她同不同意 屋内娜为一门心思要给孙子介绍名门闺秀的奶奶 铁定是不同意的 奶奶 这是妞妞给您买的鲸鱼 你喜欢吗 蓝母还陷在自己的担忧中 小不点却兴奋地拉着她的手晃了晃 蓝母低头一看 果然宝宝手上提着一个小鱼缸 里面有好几条彩色的小鲸鱼 正在游来游去 蓝母笑了 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奶奶喜欢 妞妞直乖 妞妞还知道奶奶喜欢鲸鱼呢 蓝母是喜欢鲸鱼 可是她怕自己养不好 所以一直都没有养过 妞妞当然知道呀 因为妞妞把奶奶的鱼给咳死了 所以妞妞要给奶奶买好多好多的鲸鱼回来 这样奶奶就不伤心了 妞妞说得诚恳 可蓝母却听得一头雾水 什么鱼咳死了 宝宝 奶奶没有养鱼呀 你什么时候把奶奶的鱼咳死了 这孩子怕不是在张冠里带吧 难道她不小心把别人家的舆论坏了 她不记得是谁了 奶奶 你还在玩游戏吗 妞妞不想玩那个不记的人的游戏了 奶奶 你假装不记得妞妞 妞妞好伤心 妞妞喜欢奶奶 奶奶我们不玩那个游戏了好不好 妞妞接着小嘴 刚才兴奋的心情 一下子就消失了 虽然蓝母听着是万分奇怪 可她不想宝宝不开心 便痛快地应了声 好 奶奶不玩游戏了 奶奶不会忘记宝宝的好不好 耶 那妞妞就放心了 消失了的笑容 瞬间又回到了脸上 果然是个孩子 蓝母看着她那快乐的样子 也跟着笑了 蓝家客厅 蓝忘记进来的时候 蓝奶奶就坐在沙发上 满头银发 看起来很是威严 蓝奶奶年轻的时候 是国家科研部的技术人员 退下来后时不时还会被邀请回去做个科研指导什么 一生好强 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 她本人性格也强势 说一不二 蓝家家归森严 后辈都不会跟长辈子顶嘴 也不会违背长辈的意思 这一次蓝忘记执意要到云梦去上学 可算是把奶奶给激怒了 但蓝奶奶也拿这个孙子毫无办法 其他的后辈就算对奶奶有意见 也不会当着面提出反驳 只有蓝忘记 直言不讳 可偏偏蓝奶奶最疼爱的又是这个孙子 因为所有的子孙里 蓝忘记是最想她的人 所以蓝奶奶也只能是又爱又恨了 奶奶蓝忘记进来后 也不坐下 就站在蓝奶奶的面前 像个随时准备受信的人般 蓝奶奶看着她这个样子 真是无可奈何 难道在她的心里 她这个当奶奶的就这么恐怖吗 恐怖到这么久没见了 都不愿意亲近自己 回来了 放弃天假 放弃天假 但是学校有事 我会提早两三天回去 这是她跟魏英约好活的 陪家人四天 剩下的是他们的时间 可奶奶却觉得奇怪 才刚开学功课就这么忙了吗 蓝忘记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轻轻嗡了一声 圆子